美国晶片大厂高通证实 在中国大陆跟台湾都大残缘 主因是手机销售疲弱 最新财报显示 业务营收52.6亿美元 年减幅度超过25% 而且手机晶片收入6成来自中国大陆 有陆媒分析认为 华为推新机重现麒麟晶片 可能威胁高通之后的订单量 高通公司很少就是展出 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芯片 或者我们的一个技术 相反我们展出的展品都是客户的产品 你会看到我们几乎产业链上 很多很多合作伙伴 这月初高通才参展北京服务会 现在上海裁员至少20% 补偿办法年薪N加4或是N加7 而且没有最高上限 但是台湾的竹北厂也裁员 补偿只有年薪N加3 年限越长赔偿越多 如果月工资是10万元的员工 工作10年半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话 则最低能拿170万 可能一个资钱拿到超过700万台币 但是陆媒点出多数员工人焦虑 因为上海外商已经越来越难找 同时中国的官媒释出 大陆国务总理李强视察本土高科技产业 他指出 我国经济正处在高质量发展 爬坡过坎的重大关口 必须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 保持转型升级定力 北京要自力自强 欧洲商会市井外商困境 中国大陆反间谍法令外商担忧 指标性外商虽不至于完全撤出 美欧商会陆续坦言 投资信心再流失 TVBS新闻人士陈运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ramento宾 到 这里